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国家对主攻线和自由人位置相对薄弱 所以需要她承担更多的进攻和防守任务 这也对李盈盈体能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主攻位置上 蔡斌选择了李盈盈 王云露 金叶和王毅竹四人 但实际上能够独当一面的就只有李盈盈一人 且李盈盈之前还只是球队替补 今年是首次以主力身份参加三大赛 很多球迷都戏称我们的主攻虽然有四人 但实际上只能算两个半人 李盈盈算一个人 王云露和金叶算一个人 王毅竹则只能算半个 王云露的一传能力较强 但进攻偏弱 金叶一传偏弱 但进攻力量不错 失联赛期间就是两人连妹搭档 撑起了李盈盈的对角 所以两人只能算作一个 王毅竹直接沦为了发球替补 根本不给他前排扣球的机会 故而只能算作半个 自由人方面 虽然召魂了老将王孟杰 但他的实力达到国际上来说 也算是比较平庸的那一种 根据无法和国际优秀自由人相提并论 所以也别期待他能够改变 队伍后排薄弱的现状 只要王孟杰能够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保障好自己范围内的 一传和防守就万事大吉了 没有了自由人的帮忙 再加上对角主攻这边的薄弱 李盈盈就需要扩大 异传面积和防守面积 以及负责大量的调整功 这对于首次以主力身份 参赛的李盈盈而言 是一次大挑战 为了迎接这次挑战 李盈盈也做足了准备 她表示自己已经在体能和技术上 做好了两手准备 的确 既要负责异传 防守 又要负责大量的调整功 对于体能的储备要求极高 从训练照片来看 李盈盈似乎又瘦了不少 看来前段时间的封闭集训 做了大量的体能训练 基础上 李盈盈需要解决的 是不好球的处理和急躁的心态 由于是左手球员 李盈盈和凋里宇之间的配合 总是存在一些瑕疵 导致李盈盈需要后仰扣球 面对不好球时 李盈盈总喜欢发力扣球 这也让自身失误增多 不是打标之干 就是后排彩线 或者是直接扣球失误 国际比赛中 这种失误还是比较伤士气 希望李盈盈可以多利用些手法去处理 以不失误为前提 女排比赛的来回球还是比较多 没必要急着去一板工打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本集完 终完 终完 本集完